当我们谈到沟通的时候 其实在彼此关系 陪伴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 我们会经历到苦难 经历到患难 其实是很需要 被安慰的 被陪伴的 所以其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也有一个要素是 怎么样能够安慰 用言语来安慰人 那关于这种安慰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哥林多前述四章里面这样讲说 做先知讲道的是 安慰 造就 劝勉 那其实我们一直都会觉得说 这个先知性就是好像很尖锐的 很指责的 好像你知道 要感觉到像是施洗约翰这样讲说 毒蛇的种类 为什么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那可是其实是要安慰造就 劝勉 那这个安慰我就想到说 怎么样子在生活当中 一个真正先知性的话语 是带着一个很深的安慰 然后能够把人生命当中 那个最美好的部分 能够集引出来的 我也想到 这个圣经里面这样讲说 人的心好像深水 所以唯有明哲人 才能够把它集引出来 所以其实就是说 这个真正的先知性的话语 是能够把人生命中 那个最美好的东西带出来的 所以那个安慰的话语 会把人心美好的带出来 其实圣经里面是这样告诉我们说 它说圣灵宝慧师 这个宝慧师又叫训味师 其实就是 是一个安慰者 他是能够带来安慰的 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今天 真的是带着神的工作 真的是带着圣灵的恩膏跟能力 真的是有神的品格 那样子的特质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 那其实一定是 会带出一个很深的安慰的 那这个安慰呢 其实不见得就是说 只是说 这个人他考试考不好 这个人他工作上遇到困难 这个人婚姻遇到难处 我来安慰他 其实这个安慰有很多的 其实我想那是一种 很柔和的表达方式 我举个例子来讲 在圣经里面 在告诉我们说 所罗门过世之后 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的时候 那其实因为所罗门的时代里面 这个国家大心土木 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当时人们来找罗伯安的时候 就说 罗伯安啊 我们整个 我们真的都好累啊 我们真的就好疲惫 整个这个税负很重 然后呢 这个劳逸很重 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 那当时呢 如果他能够 罗伯安如果能够安慰他们 我知道你们好辛苦啊 我知道你们都很支持我的爸爸 我知道你们都是非常爱国家的 你们的贡献都很大 如果他能够用一种安慰的态度 那我相信 这些人就会持续不断地跟着他 可是想不到他就这样讲了这些 你知道他就讲了这种 为了要彰显他自己的这种能力 为了彰显他自己的权柄 他可能觉得 新冠上任要三把火 我要树立一下威信 像台语讲的 我要给你阿罗队 我要彰显出我的力量 他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的爸爸的腰还要粗壮 我爸爸让你们负重恶 我要让你们负更重的恶 我爸爸用鞭子鞭打你们 我要用鞋子鞭来打你们 那旁边就讲说 干我啥事 这个国家干我啥事 我们不要再这么做 其实他拿出一种权威来 可是反而人们不愿意在跟随着他 但是当然如果他是用一种 温柔的安慰的话语的话 那其实我想人们会更愿意跟随着他 或者圣经里面讲说 跟人们说和睦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很宝贵的安慰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更大范围 更扩张的一种安慰 对啊 其实保罗也在更多后书 第一章三节告诉我们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祂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 所以其实你知道在人生 人生会经历到一些的苦难 一些的患难 那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的是神的安慰 可是借着圣灵透过我们彼此的话语的一个服饰 可以带上那个安慰 那我就在思想 其实在很多我自己面对到一些 不管是自己的旷野 或者是曾经经历过的一些的增长 其实你知道有一种安慰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样解释就是 常常在这种苦难当中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孤单 然后非常的无助 然后好像没有人真的理解你懂你 有几次在祷告当中 后来经历到的一些的服饰 那个服饰是 其实对方也没有讲太多 但是他就说 神知道你的苦楚 神晓得你所面对的 或者是说 神知道你流的每一滴眼泪 其实很多次的那个服饰 不是说对方到底对我说了什么 因为那种场景其实是这样 就是你真的觉得好像都是一个人 然后甚至你里面有很多对神的怀疑 小心 然后你在挣扎当中 你就常常在内心里面问的一个问题是 神你在乎我吗 有人真的懂我吗 有人知道我有多苦 所以当他其实讲了一个 那个也不是答案 你说真的他多大的安慰 可是光是被同理 然后神知道神晓得 我就好几次是在那样的一个被服饰当中 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因为常常就是在 不管是在被误解的状态当中 或者是面对到一些生命生活当中的苦楚 你突然明白有人懂 我觉得那个 安慰是来自于 哇真的有人懂 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 有些人就是给你那种安慰是那种 加油哦 或者是那种你就知道他不懂嘛 或者是说他常常讲一些东西 你就觉得说你还是不要讲好了 有一种安慰其实是陪伴 有一种安慰是我不明白 但是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那主常常给我的安慰是说我知道 光是主对我说我知道我明白 其实对我来讲我就已经感觉到那种 night and day的一个差别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孤单 他的那个安慰是来到我生命里面告诉我说他与我同在 他就在我最艰难的地方 我不是一个人面对 我们的教会最近要重新装潢 所以我们必须要暂时的搬离开我们所在的办公楼层 那迁到一个临时的办公处所 那因为在这个搬的过程当中 就收出很多东西来 那我就发现我有一箱的卡片 那一箱的卡片就是 一直以来有很多人写卡片来鼓励我 安慰我 那这一箱的卡片其实都被我收藏得很好 你知道那天搬家我应该去整理很多东西 所以我打开我看到那一箱东西 我打开来看 一张接一张 一张接一张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好像整个下午的时间就静止了 我坐在那个地方看了一些卡片 然后我就眼睛充满了泪水 就是我觉得我得到很深很深很深的鼓励 那其中有一个鼓励是 我记得大概是七年 大概是六七年前 那当时就是Bethel教会 波特利教会的那个Teresa Deadman 他就是做这个创意艺术的 那他就有一个机会 他是在林良堂服侍 可是就有一个下午 他是可以来我们正道 那他就是来我们教会 那当时他来的时候 他其实根本就不认识我 他送给我一个卡片 那那个卡片是一个眼睛 那个眼睛的里面 有一个妈妈的子宫 然后有孩子 然后当时我一看我就哭了 因为翠芬很想要有孩子 那可是没有办法有孩子 因为他身体的关系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生了老大之后 大概有当时六七年都没有办法 我记得每次特会的时候 然后我就请 我都请你安排 然后就让这些牧者为他按手祷告 希望他的肝能够好起来 希望他的肝能够好起来 可是那时候 Teresa Deadman就看到那个眼睛 然后那个眼睛里面 那个子宫的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个子宫里面还有个baby 然后我就觉得 原来神的眼睛一直在看顾着我 那所以那天 当然我今天已经看到 暗包已经五岁多了 已经五岁半了 可是我看到那个卡片的时候 我的心又得到安慰了 那整叠 我那个箱子里面整叠的卡片 我又坐在那个地方 一张接一张 一张接一张 就是神安慰我 你知道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做那个安慰者 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如果我们在别人的生命当中 有些时候 别人主动的来向我们求助 有些时候别人 并没有向我们求助 但是我们知道 他在需要的里面 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一张 卡片 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一幅画 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一个祷告 我们能够透过一次的按手 透过一个拥抱 如果我们能够传达出那个安慰 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那个事情会让很多事情发生 我觉得是在那个安慰的里面 翠芬他能够终于能够有孩子 然后在那个 到今天为止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所有一次以来 每一个安慰我都收得很好 我都觉得这些安慰 对我很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 这样讲 他说 箴言十七章里面 就是说 性情温良的人有聪明 如果我们做那个 性情温良的人 那真的是最有智慧的事情 有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那个安慰 看起来好像是很柔软 但是其实 那就是最有力量的 那真的是 如果你能够给人安慰 那真的是最聪明 最有智慧的一件事了 那箴言三十一章里面这样讲 他说 他张口就发出智慧 他的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我在想这句经文的时候 我也很希望 所以他是在讲妇女 箴言三十一章 是在讲那个智慧的妇人 但是我其实我也很希望这样子 我也很希望 我相信你我 我们都希望 我们张口就发出智慧 我们的舌头上面 有仁慈的法则 我常常讲 像那个仁慈的话语 可能就是最有智慧的话语 那个能够带下安慰的话语 可能就是最聪明 最有智慧的话语 箴言十五章里面这样讲 他说 口善应对 自觉喜乐 话何其实 何等美好 有些时候 就是安慰的时候 当你的话 就是在那个 最需要安慰的时候 说出来 那是何等的美好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也讲到说 他说叫我们能够用 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朝各样患难的人 就是 首先是我们自己在患难中 经历神的安慰 然后接下来 我们带出来的安慰 其实就是 我要告诉 每位弟兄姐妹 就是你所经历的苦难 不会白经历 你所经历的挣扎 在你被主安慰完之后 我要告诉你 你有一个权柄 什么样的权柄 就带着主的安慰 在你生命里面 所生出来的安慰 去安慰那些 遭同样患难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那种 它真的是一种恩膏 那种 它其实你甚至都 什么话都不用说 你光是在那里说 我相信主会与你同在 主现在就与你同在 我怎么样走过来 主怎么样安慰我 我觉得 它不是一种言语 它不是答案 你要了解 这个安慰的话 不是一个答案 我记得 当Abby还小的时候 那个异味性皮肤炎 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 那有几次我在 在信息当中分享 那所以很多弟兄姐妹 当然都很关心 那你知道 就是有一些 安慰是 很奇怪的安慰 我就不知道 它是在安慰 还是在 威吓或者是那种 其实我被讲完之后 更害怕 他就说 我告诉你 这个皮肤 皮肤痒 是最小的事情 要祷告 不要让它变成气喘 我跟你讲 气喘严重起来 会要人命的 我就听完之后 我就说 然后人就走了 你知道吗 人就走了 讲完之后 我就想说 这是 这是什么安慰 就是我又觉得说 你真的一定要讲 这段话吗 有些安慰就是来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 我比你更惨 对 你这本来不是惨 我这才是更惨 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 其实真的有些时候 那个安慰不是答案 那个安慰不是我怎么 就是那个安慰 其实是要带下的是 神的同在 因为我们经历到 神的安慰 其实也不是 因为有了什么样的解答 然后把这个解答 套用在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需要当中 我要告诉你 唯一的解答 就是主耶稣基督 唯一的答案 在患难中 可以真正安慰我们的 就是神的同在 所以我觉得 最好的方式是 怎么样透过你的言语 释放神的同在 释放盼望 释放信心 释放平安 释放喜乐 真的不要只是 落话 或者是说 落经文 而是说 怎么样透过 你的陪伴 你的同在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 有些时候 我们真的没有答案 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回应 真的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知道 弟兄姐妹所经历的 然后在当时 他们就一直在问 说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主会允许 这样的事发生 为什么这样事会 临到我们的家 为什么这样事会 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 坦白说 我们没有答案 连做传道人的 做牧者的 我们都没有答案 可是我们一定要 相信一件事 真正的答案 不是我给他一个 他想要的 为什么的人 我们常在问 为什么的时候 好像这个问题 被回答之后 我就会满足 其实不会 真正的答案 是主耶稣基督 真正的答案 是他的同在 所以我要说的是 真正的安慰 是个人 他是舒服者 他就是那位劝慰 他是那个保慧师 有他 我们就拥有一切的安慰 所以我觉得是 我们怎么样 透过我们的言语 其实不是透过我的话 来安慰 而是透过我们的话 把他们的焦点 再次对焦在神身上 然后让神的灵 可以让他们 可以来服侍他们 有的人说 我们说的话 其实只有十分之一 是跟我们的内容有关 另外的十分之三 是跟你的语调 你的声量 你的表情有关 但另外有十分之六呢 是跟你的肢体动作 那其实我要说的是 有些时候 我们在某些需要 去安慰人的场合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 真的 真的 我们真的不知道 该说什么 那这是 就是静静地陪在他的旁边 就是 有时候就是拥抱着他 就是陪在那里 那你知道 那个时刻就是 人们会得到一个 安慰的时刻 有些时候 最好的一些安慰 最深的一些安慰 其实是一些无声的安慰 但是就是你陪在 那个人的旁边 那 我自己 觉得说当了主任牧师之后 有些时候你就会 很多各式各样的 行政的会议 你得要开很多的会议 然后你得要看很多的报表 你得要参与很多的事工 可是其实 最让我怀念的 还是去探访 还是去做一个牧者的时刻 那我就 前一阵子我就跟我的秘书说 我说 嘿 请你确保我 每一个礼拜 有一个时段 我可以去看 看一些弟兄姐妹 那我说去看的时候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去看 可能就是 我们去看领袖 但有的时候我就说 没有关系 什么都可以 看最需要的人也可以 然后 我记得 我去到一个 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去是一个很狭窄 很狭窄的空间 那我就去看 这个 那我进去的时候呢 他先生不知道我会去 他说 因为如果知道牧师会来 他就会先落跑 所以他就说 他只是说 会有人来 会有人来 那你知道 我一个晚上都排很多个家庭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然后去探访的时候呢 到 这个家庭的时候呢 就是 其实已经到晚上快要十点了 但他们就在那边等我 然后等我去的时候 门一打开来 那些人看到我说 下巴要掉下来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地方 就在 很小 甚至就根本没有一个客厅 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 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听他们说 那其实 但是那一天 我在给别人 看起来像是我给别人安慰 因为我去到每一个家庭 到最后 都会为他们祝福 对 都会为他们祝福 可是在那个岛上 大家都在流泪 那 可是其实我自己 每一场聚合里面 我看起来我在给这个安慰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能够说什么 可是我就是希望能够陪着他 在他所在的那个地方 让他知道 我关心 我在乎 他的 他的这些需要 对我来说很重要 可是我在安慰的时候 其实看起来像我给出去 可是 身上说有给人的 就有给我们 其实我自己也得到 很深很深的安慰 那 我觉得我真的很鼓励 每一个人 我们试着做安慰者 那 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些时候人家主动找我们 有些时候 别人不见得有主动找我们 但是 无论如何 在任何地方 我们都乐意去做 人的安慰者 而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得到最大的安慰 最大的爱 在我们给出去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会经历 我们在试着去帮助别人 更健康 更得到医治 更被恢复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会得到这个医治 然后记得就是 然后记得就是我们的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 所以其实安慰不是一种方式 安慰不是一种说法 是 其实安慰是把人带到赐各样安慰的神面前 所以真的 所以真的 其实有的时候 在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 或者是说什么的时候 其实 神的灵会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 成为神安慰的媒介 你就发现 光是你的同在 就是给予对方最好的礼物 光是我们的陪伴 其实花时间就是一个最美的沟通 其实花时间就在对对方说 你是值得的 你不是一个人 有一段季节 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忧郁 就是因为在牧养过程当中 其实经历到一些我所牧养的对象 他们对我的误解 那可是你其实知道牧养的工作 其实是花很多的心力 所以在那个误解当中 其实我真的很受伤 也很沮丧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在那种很沮丧跟忧郁的 一个状态当中 其实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那一次我就跟神说 我说神 难道我这几年 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的付出 都白费了吗 因为看似好像整个的关系 因为误解的状况 好像那种牧养的关系 已经不存在 或者是已经开始很深的疏离 所以我里面很拉扯 我里面有很多的 自我的控告跟定罪 可是就在那个当下 其实我觉得主讲了一句话 那一句话 他其实连讲都没有讲完 他说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 就停下来了 那其实我们知道 他后面讲的是 只把一杯凉水 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上次 那我觉得那天 好奇妙的事就是 那个话 其实我过去读这个经文 读了太多次了 但是那一天 因为我在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在挣扎的是 我到底所做的 是不是有价值 到底这个做的 是不是全部都白费了 可是那天 主借着 就是很短的一句话 突然我就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就仿佛 主在对我说 其实不只是有价值 其实你是坐在我身上 感觉上这些人 好像没有给你 你期待的一个互动 或者是回应 可是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我觉得那天主就对我说 都是坐在我身上的 然后我感觉 我本来期待的是 这些人对我的感谢 主那天告诉我说 谢谢 所以那带给我一个 很深很深的一个安慰 我觉得我在那一件事情当中的挣扎 从那一个神的话语进来之后 而且那个不是一个经文的 落一段经文 而是那真的成为我的ray 其实在面对很多 有的时候在服饰上面的挫折的时候 其实主就会带我常常回到 那一天的那个场景 主怎么样用这个经文说 我完全地接受到 你对我的服饰 你其实不是服饰人 你是在服饰我 我就得到很大的安慰 所以我真的是要鼓励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也都需要被安慰 当你被安慰完之后 不要忘记 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也需要我们的同在 来成为他们生命当中 最艰难时刻的安慰 让我们彼此带着神的爱 带着圣灵的安慰 能够成为彼此生命的祝福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